场面大特效炫的好莱坞科幻大片一向都能够博得观众们的青睐 那近两年有包括像《环心使者》《钢铁侠3》这样子融入中国元素的科幻大片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中国市场 最近就有一部新电影叫做《环太平洋》就赶上了这样的风潮 不过之前的这几部电影啊被很多眼尖的中国观众认为是中国元素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那这一次《环太平洋》到底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一起来看我们的报道 编导进行观影调查当天正值周五晚观影人群秘籍 从大侠的选择上来看好莱坞科幻大片《环太平洋》成了首选 7月31号上映的《环太平洋》首日就斩获5606万元票房 仅次于钢铁侠3的1.18亿成为今年进口片首日票房亚军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 艳线也为环太平洋大开旅灯 排片量相比五天前上映的《速度与居情6》有压倒性优势 上座率方面 普通3D厂能保持在八成以上 IMAX剧幕场虽然票价偏高 可追求更好视觉效果的观众 还是让影厅场场爆满 因为IMAX评带啊 声音效果啊 那个特效都特别好啊 看网上的评论说这个特效做得特别棒 特效吧 场面的特效 如果看IMAX的话 就是故事家那个大片的效果 大场面啊 红大的场面和精湛的特技 往往让观众忽视情节本身的薄弱 电影《环太平洋》也不例外 接接实施130分钟的乒乒乓乓 让人直呼过瘾 不少观众甚至认为 《环太平洋》的视觉效果 能甩出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好几条街 评价一下这个特技吧 非常爽 非常爽是吧 然后特效做得很不错 3D还有加上IMAX效果 我觉得特别震撼 跟变形金刚的话 我觉得比变形金刚要好 如果这个能打10分的话 变形金刚可能只能打2到3分 我跟我女朋友看了 她都先出去了受不了了 为什么她受不了了 因为那个太刺激了可能是 其实电影《环太平洋》 在美国本土的票房相当不给力 自7月12日在北美上映以来 三周时间影片仅斩获8500万美元 被美国媒体评为数其荡巨亏的典型 可在中国 该片却出现了大翻盘 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影片里的中国元素是光不可没 您觉得中国元素体现得怎么样 红控的 把香港拍得不错 还有就是我对香港印象就是很路很窄啊 就这种官的 然后然后好多层好多层好多人的那种感觉 为展览中国观众 影片赶时髦的选景中国香港 可主线故事中 中国元素则沦为鸡肋 尤其是片中代表中国出战的机甲战士 这个机器人太怂了 基本上上来就没怎么施展就KO了 不到三秒钟就被击缠了 我觉得特别痛心 挺加油的 而华裔演员饰演的三胞胎兄弟 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三胞胎镜头不多 根本没有露脸 然后上去还没打几拳就死了 台词量怎么样 好像就一句话 有观众认为 这种为市场加入东方元素 但又让西方唱主角的做法比较矛盾 但也有观众表示 为了情节发展 这样的设置可以理解 但不管怎样 中国元素的植入 还是环太平洋中的一张好牌 不过随着8月8日 小时代为首的多部国产片 齐齐袭来 环太平洋的空间 无疑将受到挤压 国产片和进口片的较量 有可能在8月中旬达到高点